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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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动物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动物也是人去投胎的 但是其他的宗教不一定接受这样的想法 但是从六道轮回里面你可以看到 一切的众生都会相互的依赖与照顾 你有看到吗 这两只猫咪 坐在那边看什么 看夜景 对不对 你说我们看动物园 我知道新加坡有Singapore Zoo 我们去看动物 动物也看我们 我们叫做人类 所以其实是谁看谁呢 一切的众生都要相互依赖 所以佛法讲 interdependence 就是相互的缘起 我们不可能单独靠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上 的确 比如说就像我们讲经 要有很多很多 要有道场 要有人请佛法 要有一工 要有影响人员 有灯光人员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姻缘 我们都很重要 都要感谢 对不对 可是我们然啊 常常人啊 忘了这个 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最重要 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最伟大 所以佛教讲 上报四重恩 报三保恩 国家恩 父母恩 跟众生恩 有感恩心的人呢 这个人会比较有福报 当然师父没有做太多的评论 现在的年轻人呢 想法的确是不一样 但是他觉得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好事 理所当然的 现在东南亚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对不对 孩子搬到18岁 长到18岁或20岁 就搬出去了 搬出去以后呢 他就觉得 I'm very independent 我是非常独立的 刚才有没有注意听 我刚才念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赖 可是他会讲 I'm very interdependent 就是我是很独立的 其实在独立当中呢 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 朋友 我今天也跟法师聊天到 现代人想法很奇怪 他对外面的朋友非常的好 可是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很不好 他在外面的人很多话都可以谈 可是就是不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谈 这是很奇怪的 真的很奇怪 从佛法来讲是 unusual it's not natural 这是不寻常的 所以我今天 你再一次练习 你要想 从昨天教完 你今天早上上班 礼拜一 有很多人要上班 有些老婆上没有上班 一般人很讨厌 礼拜一 Blue Monday 什么叫Blue Monday 你的心是很复杂的 哎哟 my god 今天也会再做工作日子 对不对 为什么叫Blue Monday呢 因为他对生命当中 总是想到很多的压力 总是想到很多的不满意 可是他不知道 活着作为人 其实是很开心的 我们常常因为很多的压力 忙碌 还有情绪 英文叫 emotional problem 所以我们常常忘记了 the happiness of your life 你今生的快乐 我们常常忘记了 好 第二个重点我要讲的 现代人很多 很喜欢学很多东西 师父以前也学很多东西 我还没有学佛之前 我学过历史 也地理 学过语言 我还当过动物园 跟植物园的导游 我也喜欢音乐 艺术 历史 文化 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可是呢 我现在发现 因为现代人也很喜欢 喜欢什么 一下课就开始上课 上什么呢 上补习班 上computer course 电脑课 是上瑜伽课 yoga exercise 很好 但是呢 我要公开鼓励各位 也要建议各位 也要提醒各位 生命很短 要学有用的东西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当然所有的东西都很有用 可是呢 要学能够调服你烦恼的东西 才会有用 不然你想想看 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是不是也有世界各地人的朋友 他们都很聪明 very clever very intelligent 很聪明 very creative 很有创意 可是啊 心很不好 会骗人 会说谎 甚至呢 为了得到目的 不择手段 这是很苦的 你会说 世界这些地震 灾难 海啸从哪里来 有很多原因 你可以从科学去分析 因为呢 地球的压力这样旋转 大气层这样转 所以这个地方 有地壳的震动 像台湾跟日本 的确就有地震 可是你不要忘了 台湾因为有地震 日本有地震 所以有hot spring啊 有温泉 新加坡就没有温泉了 所以好跟不好 不是你单一看one side一面的 你要去看whole side of the story 同样的 现代的人很聪明 很有创意 对不对 很酷 对不对 可是现代人 很多人心不是很好 什么是心要好呢 你必须学佛法 你要去学调整你的方法 所以教你常观的方法 就好像呢 the treatment for your mind 治疗你的心啊 我们从早到晚 我们这些教育 告诉我们要学科学 学数学 学音乐 学历史 对不对 学hotel management 但你会发现 现代的教育 很少叫你学 怎么样改变你的心 佛法 它伟大的地方 就在这里 当然 从佛教 印度 传到中国 传到东南亚 你也可以看到 佛教有广大的艺术 文化 历史 博物馆 朝圣 佛教有广大的文化艺术资源 但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在庙 也不是在博物馆 也不是在收集古董 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是释迦苗尼佛来教你 转变你的心 因为这是其他哲学 也无法取代的 师父以前在学校 当老师的时候 我也专攻心理学跟哲学 我读过很多的东西 我是全班第一名毕业 全校第三名毕业 我很聪明的 但是现在想一想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那时候呢 我很聪明 可是我很自私 我的脾气也不太好 同学呢 对我很好 你说我教他 No way 我为什么要教你啊 我教你 你就变第一名了 所以现在的小孩 Very selfish 很自私 甚至呢 爸爸妈妈 You are very old fashion Listen to me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 小孩子都骗爸爸妈妈 那你说 我们这个社会文明 到底要学什么呢 我们都一直在创造 打了很多广告 Shopping Shopping And more shopping 对不对 可是没有一个教你 Dharma Shopping 没有一个教你 The treatment for the Dharma Shop 没有一个这样的 老实说开这种店 一定导电的 为什么 他会说 Very spiritual 太抽象了 很精神沉面 可是问题 你现在去观察 你周遭的朋友 他们长得很好 工作得很好 很酷 但是你看他的心呢 Very messy啊 Very dirty啊 Very polluted 很肮脏 很污秽 也很污染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我们下了班 我们都要去学画画 我们要去学英文 去补数学 补科学 我们要学电脑 但很少人下了班 来学 我怎么样训练你的心 佛法 就是要学这一科 佛法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个 但是要了解 训练你的心呢 其实要学 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方法 还有经验 所以光有知识 knowledge 你没办法感动人 慈悲 谁不会讲 全世界都会讲 各位 你如果用Google的话 你key in一个 The loving kindness and the compassion 全世界有几千本 几万本书 谁都会讲慈悲 但是我现在昨天问你 你看到众生的时候 你真的想到 哎呀这只狗啊 搞不好就是我过去的 妈妈 你能生起这个心吗 能生起的人 他就有感动别人的力量 所以这个 为什么我要教你慈悲观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观想 就像幻灯片一样 我昨天举圣桃沙的这个 海边的鱼 好 所以待会我观想 我一些打木鱼 先打第一项 请你背挺直 身体放松 开始慢慢的想 不要急 不要说 哇赶快想 然后赶快结束 那你从头到尾 你的心还是很急 不要急 慢慢来 成佛是要有耐性的 所以先想第一段 大殿所有的联友 从你坐的位置 往左右两边想 想到所有大殿 有在家出家的联友 我们很高兴地聚在一起 接下来想 马路上很多开车的众生 接下来想 新加坡 东南西北中 所有的众生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我会再敲目语 就呢 请你想 整个地球 所有无量无边的国家 现在全球的人口 听说今年开始 有七十亿人口了 想想印度的人 想想非洲的人 想想欧洲的人 现在呢 很多 还有美国的各州 都还在暴风雪当中 所以想 最后想 超越了地球以外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昨天说过 众生不单止人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都是云云众生 好 这样开始练习 现在准备背挺直 身体放松 好 第一个目语 请你想大殿所有的联友 心放轻松 不要急 你就感觉 他们就在你的周遭 把注意力 观想 放在你自己的观想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想 海英古斯外面 很多很多 现在呢 下了班 匆匆忙忙 开车 要去shopping 或回家的 所有一届的人 当然 海英古斯的人 你也呢 清清楚楚地想得到 慢慢想 慢慢想 尽量地想 所有的众生 是无量无边的 现在想 新加坡 东南西北中 所有一切的 不同种族的人类 有印度人 马来人 有华人 有巴格拉德士 有外国人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新加坡 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第三下沐浴 请你想 整个地球 有七十亿个亿的人口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但包含人 还有很多其他 云云的众生 都在这个地球上 生存着 肩膀放松 不要太紧张 第四下沐浴 想近虚空 遍法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 像大海里 云云无量的众生 这样子静坐一下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 有什么人 有什么人 在那里 在这边 有什么人 有什么人 感谢观看 好 轻轻地动一动 眼睛轻轻地扎一扎 结束了 不要用力搓你的手 师姐 这个方法并不对 表示你上次没来 不要去搓你的手 手轻轻地扎一下 手轻轻地动一下 请开灯 怎么样 感觉如何 有些人感觉会心放松 真的很宁静 甚至有些人可能在想的当中 突然就会掉眼泪 哎呀 这么多的钟声 我怎么从来都没想过呢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渺小 我就像大海当中的一条鱼 小丑鱼或是无锅鱼一样 这么小条 真的 就是这么小 还有一种人 有时候他一静坐都想到 他可能呢 手或是毛骨悚然 突然身体会有震动 这些都是好的现象 什么叫好的现象呢 震动你无量节的执着 这是好的 你不要去害怕 就好像举个例子 你突然呢 从来没有听音乐 突然呢 你听到一首音乐 你在Bugis的将军买东西 突然听音乐 哎呀 这首歌是什么 我觉得好好听哦 对不对 虽然他可能唱的是呢 Hotel California 对不对 你从来没有听过 你也不懂英文 哎呀 这首歌为什么这么好听 因为它的旋力震动了你的心 我用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 一样慈悲观的方法 当你真正用功的时候 当然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可是你真正用功的时候 它会震动你的心 所以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那没有关系 不管好的感觉 坏的感觉 你都不要太在意 那只是说明 佛教修行的方法 的确它有改变的力量 我们刚才变态 改变你的心态 很酷哦 我第一次学这个词 我从来没想过 变态其实是 negative as a word 对不对 改变你的心态 对不对 it's a transformation of your attitude 改变你的态度 好 现在请看 108页 第六行 科判 丙二 念念不舍有情 我昨天介绍过 请复习一下 丁一 安置法乐 丁二 般若相应 翻过来 丁三 广聚福德 丁四 正不动地 丁五 大转法轮 好 今天开始看 丁一 安置法乐 请看 问约 108页 第八行 问 第三十二个问 这个三十二呢 是从菩提资良论第一卷 一直安排 我编的 原来呢 是没有写三十二 不过呢 我就用Q跟A 这样子的编号 这样可以让你知道 龙叔菩萨在这部论里面呢 用一问一答 然后开显 无量诸福的教法 他说 问约 何故此福德 富士无量无边呢 答约 请看一百二十八颂 不爱自亲属 给予生 命 财 身体 性命 跟财产 不爱 不贪 乐自在 然后 泛事 给予天 后面会解释 一百二十九颂 亦不贪涅槃 位于众生故 此为念众生 祈福 谁能量 把此为念众生 画起来 也就是说 我们开始要练习你的念头 常常想到别的众生 不要想到自己 把此为念众生 画起来 下面有解释 请看经文 此中菩萨行六度波罗蜜的时候 对自己 所拥有的男女眷属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新加坡人 也很多的人 很有福报 对不对 可能爸爸妈生病了 他就请一个 印度尼西亚的女佣 或是马来西亚的工人 你看 予己的男女的眷属 包含自己的兄弟姐妹 以及你所用的佣人眷属 给予六亲眷属 有办法你的朋友 你的公司的同事 对不对 这是你所拥有的 你可以使唤它 你可以用它 接下来 若你拥有很多经营等财产 或是乃至于你自己的寿命 好 现在你在旁边写一下Q&A 今天的第一个Q&A 请问 你的寿命可以给别人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若知结分 知结分就是 你的身体 可不可以切开 给别人 比如说像现在有讲 器官捐赠 Ogan donation 我兼人家的眼角膜 我有我两个肾脏 结果突然我的妈妈 我爸爸呢 生病了 一个肾坏了 我可以把自己的一个肾脏 供养给我的爸爸妈妈 叫若知结分 若聚足身 就是我真理身体呢 都具有完整的器官 很有趣的 现在全世界的众生 每天早上呢 脑筋打开 第一个都是想什么 钱 钱 钱 的确 我们台湾老菩萨说 师父哦 厌修哦 你不知道哦 脈筋打开 都要钱呢 我说啊 老菩萨 脈筋没打开 你在睡的时候 也要钱呢 听得懂潮作话吗 台语哦 师父的台语不是很好 因为 我以前是可以用台语讲经的 不过我现在都讲英文比较多 我有时候做梦都是讲英文的 虽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我有在努力 他的意思说 师父啊 眼睛打开啊 哎呦 腰血都爱急 你看啊 政府公积金 对不对 房租费 水费 电费 电话费 吃饭费也要捡 逛街也要钱 所以礼拜六呢 我看到新加坡的人 最可怜是礼拜五 啊 一下班 像泄气的皮球一样 所以那天 not in the mood not in the good mood to practice 因为太累了 睡个早以后呢 礼拜天早上 大家呢 脸还是皱皱的 礼拜六下午 开始会微笑了 为什么 睡饱了 今天要出去逛街了 那出去逛街 当爸爸妈妈很开心啊 陪家人在一起 或小孩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又要钱呢 吃冰淇淋也要钱 买衣服也要钱 shopping也要钱 对不对 所以现在人压力很大 为什么 都要钱 那我呢 跟老菩萨说 蜜酒没怕亏 也要钱呢 你躺着要什么 冷气费啊 电扇费啊 是不是呢 假如你很有钱的话 你大楼有管理人员 还要交什么 保全费的 是不是 你会发觉 无时无刻 我们都需要在乎的是什么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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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我妈妈也很有智慧的说 钱不是万能 没钱 万万不能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除了钱以外 我们生命当中 还有没有呢 可以让你产生快乐的呢 有 所以标题叫 安置法乐 They are different level in turn of the happiness and the joys 就是说快乐啊 跟喜悦 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第一种 年轻人最喜欢的快乐 physical happiness 是什么 跳舞 night club 他跳舞 跳得很疯狂 哎哟 要闪到了 那就不太快乐 对不对 你说嘛 老菩萨最喜欢什么 三缺一啊 打麻将啊 很快乐 输的时候就不快乐了吧 接下来 你说跟朋友去看 theater 看movie 本来很开心的 讲一讲话 斗嘴了 哇 本来很开心的 weekend 结果呢 因为讲了一句 你这个头发 old fashion 你是awesome 太酷币了 结果最方很生气 我最新的法国 巴黎的头发 花掉我快500新币 结果你竟然说我很丑 你看 因为一句话 快乐也会消失的 所以我常常说 physically mentally 跟spiritually 快乐真的有很多种 对不对 我记得我在纽西兰 念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室友 Fabian 他是法国人 他有一天突然问我 我的英文名字叫Harrison Harrison How boring you are your life No sex No alcohol No dancing No nothing 当初叫吃家师傅 是不能喝酒的 也不能有性交的 也不能跳舞的 但是我说 我可以听音乐 我可以读书 我可以看好的movie 对不对 我可以啊 他说meditation is most boring 为什么 因为他在乎的是外在 所以现在年轻人比什么 比名牌 比车子 比爸爸妈妈 比什么东西 其实比的呢 都是外在的东西 你写下来 外在的东西都是会变的 其实都不美 真的会变的东西都不美 不是永恒的美 那你说 各位女居士 请不要介意 师傅用女居士做比喻 你虽然长得很庄严 人也是会老的 但是你永远不接受自己 不圆满 对不对 女居士最怕的是什么 皱纹 对不对 你看一个皱纹 要去做脸 要三百心臂 你知道三百心臂可以救多少人吗 那男生在乎的是什么 名牌 车子 手表 电脑 对不对 3C的所有的设备 他什么 要让自己呢 英文叫luxery 过得很奢华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很快乐 而且就像酒 就像马飞 你得到快乐 会是付出很多很多代价的 这个第一个叫physically 第二个mentally mentally是什么 有些人喜欢艺术 音乐 旅行 文学 很好 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各位有读过 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 红楼梦吧 知道吗 红楼梦呢 也是文学啊 是中文古 千古的文学作品 我以前读中文系的时候 也读过一部分 但我读完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rubbish 对不对 他只会让你的心染污而已 西乡记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的三国演义呢 对不对 没有啊 讲来就是人怎么明争暗斗 斗来斗去啊 所以这些文学作品 还有音乐 其实也有positive 也有negative的 也有好的艺术 也有不好的艺术 所以有些人他喜欢艺术 但是呢 他把所有的生命都耗在艺术里的话 他心中还是烦恼很多的 还是呢 很计较的 还是很执着的 好 接下来当 spiritual life 所以佛法 或其他的世界很多的宗教 就是提供你 让你得到快乐 所以简单的说 你说师父 假如从佛法简单的说 什么是快乐 你可以写在心真的很宁静 是快乐 宁静并不boring 宁静很快乐 比方说 我劝你要念 我补仙行愿品 有人说 师父一直念一直念 那不是很boring吗 错 表示你根本没念过 你真正念过的人 你就会知道很宁静 举个例子 我们每天要喝水 或早上你要喝牛奶 再去上班 你每天喝水 你会不会觉得喝水boring啊 不会 你没有水的话 你是活不下去的 修行就像你每天要喝的水 很重要 可是你不察觉 peaceful mind 宁静 这很重要 第二个什么 喜悦 joys of the wisdom 智慧的喜悦 这个会让你很快乐 当然你拥有了 peaceful mind and the joys of the wisdom 的话 那你跟别人在一起 你也会很快乐 你会把快乐 带给别人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的朋友 有很爆笑的朋友 很会说笑话的 当然反正 教话里面呢 你们的朋友 可能也有包含 所谓的sexy story 或fitting story 那当然这边呢 就不鼓励你要去讲 sexy story 因为它只是刺激你 叫做excited 可是你不要忘了 当你很excited excitement的的话 反过来你就会 disappointment 就像我 看这里 看师傅的时候 当你的心很高很高 很high的时候呢 你就会降下来 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 很奇怪哦 今天就很不高兴 所以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在对年轻人讲 have a nice day but don't be too excited 我为什么要跟他讲 don't be too excited 因为你excited的话 你待会儿呢 excitement消失的时候 兴奋消失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失落 lonely 很孤单 很寂寞 所以人为什么现在 吃药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很多人都会呢 legal或者 illegal 对不起我讲太快 illegal就是违法的 就喜欢去买药 吃吃吃吃吃 他就 oh my god I work very hard I need to release my stress 意思说 天啊 我这个礼拜工作 五天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要呢 疏解我的压力 所以人都是很疯狂 所以叫crazy friday 对不对 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你越crazy的话 你会越full of suffering 越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短暂的 你都是往外找 比车子 比房子 比老公 比老婆 比学校 比孩子 比进全世界以后 你会发觉 你还是不够的 所以佛法告诉你 stop turn back into your mindfulness 这才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请看下面的经文 换灯片 若身心的快乐 若作为天人的自在 若好像大饭天王的身 大饭天王就是第四天 饭是清静的意思 它的相貌非常的庄严 寿命很长 就像无色天 乃至于生到无余的涅槃 或有余的涅槃 这些东西啊 都不是究竟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拥有自己的一部分啊 那是会消失的 举个例子 就算你有一栋 两栋三栋的政府主屋 很好 这是你的福报 师父很赞叹你 这是你努力修来的 但是你断气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的呢 你一样东西都带不走 你再漂亮的那个钻戒 放在你手上 孩子带不走 结果呢 儿子拿走了 所以在你还没有往生之前 赶快把钻戒拿去布施吧 你做的功德会跟着你 看功德像师父现在 身体的影子 影子会跟着你 什么是功德 下面讲 为了帮助众生 就会升起功德 所以传统上中国人 若他不是学佛法的人 他学儒家 或学道家的呢 他会把他的财富 留给小孩之外 会布施给贫穷的人 布施给三宝 或是不是布施给国家的慈善机构 因为他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意思说 请看标题 丁一安治法乐 也就是说 昨天讲 你的朋友生日了 你会带蛋糕给他 礼物给他 还有祝福给他 都很好 但是那个还是短暂的 真正的好朋友呢 老实说 你应该用佛法跟他分享 但注意听 注意听 请写下来 佛教跟其他宗教 不一样的是 佛教会把佛法介绍给你 但佛不会强迫或控制你 写下来 我再讲一遍 佛陀会把佛法介绍给你 但他不会强迫你 也不会控制你 释迦牟尼佛没有强迫 我们要接受佛法 现在有很多宗教是很奇怪的 连佛教里面也是这样 有某些宗派 就告诉你来我这里 不可以去别的地方 这是有问题的 还有有些宗教跟你讲 来你念呢 这个《妙法连华经》很好 但是呢 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学佛法 这是有问题的 佛没有这么说 我再讲一个故事 虽然我要讲快点进度 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你听懂观念 比你学很多东西 应该还来得重要 佛陀在世的时候 曾经在恒河两岸 精行去说法 突然有一个村庄 靠近王舍城旁边 有一个村落 佛陀去说法了 去脱波了 哇 很多人看到 释迦牟尼佛来 大家都很高兴 有些人跟着去 有人就会鼎礼佛陀 有人会供养佛陀 有些人就这样 站在旁边看 突然有一个长者 他很有智慧 他举手说 尊贵的佛陀 我有个问题 请问你好吗 佛陀说 善男子请说吧 他说呢 在我们印度 从古至今 都很多修行人 印度教也有很多 Sai Baba Holy Saint 很多人都来我们村庄 说他是政务宇宙真理的人 很多人都说 他修得很好 很多人说 他觉悟了真理 那请问这么多 那你 Gaudama Siddhartha 释迦牟尼佛 你也说你是 证悟的佛陀 大家都这么说 我怎么去判断呢 我怎么知道 谁真正是 证悟了真理呢 我怎么知道 有些人讲的是真的 有些人讲的是假的呢 佛陀你可以教我吗 佛陀说 很好 你问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写在阿含经里 佛陀说 这个世界上 有横河沙树人 都在修行 有人修行有身 有人修行有浅 有人证悟身 有人证悟浅 但是你要看他 所说的跟所做的 言行是不是合一 表里是不是如一 佛陀说 同样的你可以观察 我释迦牟尼佛 假如一个什么叫做圣者呢 没有贪嗔痴的烦恼 就算他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精进 他贪嗔痴的烦恼一定很低很低 所以你在他感受呢 你在他身边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 你可以感受到温暖的光芒 同样的善男子 你也有佛性 你也可以好好去观察 佛陀就讲完了 讲完以后佛罗继续脱破 然后佛陀也开始沿路说法 这时候这位长者 他因为是这个村庄的长老 他就开会 我们有这么多的Holy man 都来我们这个村庄说法 我们要跟谁呢 最后他们投票 决定跟释迦牟尼佛 后来他就用跑的跟着佛陀 有些跟佛陀出家了 有些就做佛的在家弟子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现在全世界宗教都很多 就算佛教 也有南传 北传 藏传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 师父那个很不好 师父多多多多多 师父这个金刚称 多多多多多 师父你看那个大称 多多多多多 师父你看那个师父 真是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我说你不用多 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很好修行的人 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你听 你自己去判断 他所说的跟所做的表里不如一 那你就要小心 他言行表里不如一 那你也要小心 佛陀没有强迫你 佛教不像其他 摩门教 基督教 或像回教 回教什么呢 一本阿拉的可兰经 另外一本那就是剑 你相信阿拉 我给你可兰经 你不相信就 佛不做这个事 佛陀从来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我要鼓励各位 你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你的朋友 但不要强迫你的朋友 不要控制你的朋友 因为你强迫别人 将来你就会被人家强迫 你若被人家控制 你将来你控制别人 将来你就会被人家控制 我是一个法师 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的 打死我 我也不会做这个事 了解吗 因为假如我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甚至呢 不论在家出家 现在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他故意暗示你 对不起 他就暗示你 我跟你很有缘 我给你指点一下 你要小心 不要去相信这种人 相信佛讲的真理 你按照佛的真理去做 假如你相信人家会指点你 会控制你 最后你就会被控制 最后你就 这一生就走错路了 因为佛陀会教育你 教化你 但佛教不会去控制你 或是强迫你 这是佛教他伟大的地方 所以看下面 请看经文 为众温故 皆亦不爱 就是说 我为了要帮助一切的众生 让他安置在清静的心 快乐的法乐里面的话 我所有的这些前面的 男女眷属经营寿命 我都能舍的 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 Q&A 你的寿命可不可能舍 答案不太容易 因为中国有一个民间宗教 当妈妈生病的时候 都会拿香到庙里拜 哎呀 妈祖娘娘啊 观音娘娘啊 我愿意舍我十年的寿命 给我妈妈 希望她活下来 或是我二十年 我一辈子的寿命 我都给我妈妈 听起来很感人 答案你很愚痴 因为你的寿命 是不可能给你妈妈的 这是违反因果的 你可以按照我昨天讲 为妈妈做善事 不失医疗的功德 为她做各种法会 诵经 会转她的业 但你不可能说 我舍掉我十年的命 然后患妈妈活下来 答案是不可能的 从佛法的角度来 不可能 为什么 假如可以的话 佛是无量寿 大卫观世音菩萨 他的寿命很多 无量无边 他超越六道轮回 他就像接USB一样 把每个寿命 都给各位众生 那我们每一个人 就不就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吗 答案不可能 这是违反因果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哎呀观音菩萨 马祖娘娘 讲我妈妈那个病好 我一定来还愿 还愿也不是佛教的想法 那是民间宗教 后面会讲 普皆回向 你可以回向 但观音菩萨 没有叫你还愿 所以讲到这里 请各位又不要生气 我们东南亚很多的华人 知道的佛法 都是餐餐的 像你们吃的搞果条 如是道三家 都是参在一起 还有很多民间鬼神宗教 所以你说归命三宝 归什么 你的想法 要做正知正见的佛弟子 佛教里面 没有还愿的思想 你有看过观世音菩萨 有跟人家 来哦来哦来 来 我救你妈妈 待会你打个大金牌 挂我脖子上 其实都是庙里的庙宫 拿走了 这些都是没有正知正见的 其实你做的 不是很有智慧 就像我刚才说 你拜观音菩萨 或拜马祖娘娘 或是四马路观音庙 对不对 你希望你的寿命 减低 还给妈妈的寿命 妈妈病好 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不符合因果 请看下面 经文 为于众生 菩萨看一切众生 念念不舍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 我当做什么事情 而让一切的众生呢 这些众生呢 就像小孩子一样 对不对 什么都不懂 这些众生 就像凡夫一样 很愚痴 没有智慧 异魔 异魔就是呢 眼异病 就是我们现在呢 像白内障一样 眼睛上面 有一层薄膜呢 你就看不太清楚 像从去年到现在 我也老花了 不满你说 我也老了 不好意思啊 在这各位老婆上面前讲老 我就是故意讲老的 因为每天都在老嘛 但是我也真的老了 从去年到现在 我的眼睛也不太好 师父早晚要点眼药水 因为我都要做电脑 我都要做网路 我每天要看 全世界 至少三百封的email来 对啊 我用电脑 尽量帮助一些众生 所以眼睛啊 电脑有辐射 这叫做 异魔 而且呢 这个眼睛会盖附着你 所附忙着 有些呢 眼睛呢 如果过度使用啊 你是会瞎掉的 好 所以意思是说 大悲观世音菩萨 跟所有一切众生 第一个帮助众生是什么 快乐有很多种 第一个要帮助他 出六道轮回的 这个方法 你要告诉他 所以下面讲 脱三界 色界 欲界 无色界的宅 这个监狱 把它安置在 这里讲 常乐涅槃 无畏之城 请写在旁边 佛有四种功德 常乐我尽 这是讲 佛在 大涅槃经里讲 成佛的时候 就不会退转 所以这个常 注意听 不是讲那个 无常的常 这个常是说 佛成佛了以后 他不会退为凡夫 乐 这是讲 无上的法乐 涅槃就是指 断尽所有的烦恼 而出六道轮回 佛看到任何人 他心中 身心都无有 恐惧不安 所以叫 常乐我尽 当然你要详细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图 大涅槃经 接下来 如是菩萨 以利益众生的事 念念都想到 我怎么帮助一切的众生 不会因为特殊的原因 所特别的爱别人 或不喜欢别人 所以他的心量无边 所以他所累积的福德 是无能限量的 所有福德 何人能比量呢 答案 菩萨所行的福德 无量无边 像虚空一般 这是大乘菩萨道 殊胜的地方 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 又记言 看一百三十颂 无医护世间 救护其苦恼 其如是心形 其福谁能量 请看经文 此菩萨常以大悲心 做如是的念 念什么 哎呀 我们这一个世间 是没有办法有救 没有人救护的 无救无护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间 你若没有听到三宝 三宝是万事的明灯 就像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你若没有三宝 作为你的依靠 那你是没有救护的 举个例子 你若从这边 要去新加坡 新加坡到巴蛋打 你一定要的 打Ferry 对不对 你不可能自己跳到海里 说我很勇敢 我自己游 对不对 这个在新加坡也是 illegal的 那你说我要去马来西亚 你要准备船 去坐船 或是坐车 或是公车 然后经过呢 Woodland 它有桥 还要通关过去 对不对 听说印度尼西亚 有一万 三千多个岛 每一个岛 住一个礼拜 绕一圈 要三十年 那印度尼西亚 很多岛上呢 还是没有人住的 看看各位 要不要搬过去 做国王 山寨王 做一个庙 可是问题 就算你当山寨王 做个国王 问题是 没有人帮你 你没有食物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坐船出来 所以 最有名的 鲁宾逊漂流记 就是无救无户 代表你很孤单的意思 假如 你没有听到 佛陀的叫法 就像在黑暗当中 茫茫生死的大船 你是没有医护的 为什么 片行六去 就是你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这里的六去 就是指六道轮回 而且你会进入三种苦恼 这种苦恼就像火 三苦是 行苦 苦苦 跟坏苦 这里有很多佛教名词 没关系 建议你查佛学大词典 听说海印古斯 有印一本 佛学常用词典 然后呢 很多佛教书局 也有佛学词典 现在也有英文词典 请你先去查 什么叫三苦 苦苦 坏苦 跟行苦 它像火一般 常常烧着你 让你觉得呢 人没有依靠 没有归一 此彼此种 就算你在六道轮回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你身心都充满了各种病痛 而且常常很多的苦恼 所以你没有各种的救护 好 再看幻灯片 就像这张 我常常放 重庆大族石窟的六道轮回图 我们在天上也住过 我们也当过 阿修罗 我们忘记了 我们也在人间住过 我们也每一个人 堕路变成地狱 恶鬼 畜生过 我们都忘记了 就像呢 你到世界去旅行 在很多的hotel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年轻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 Hello I'm coming for check in 对不对 Hello Tomorrow I go back to my country check out 你每天都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很高兴 可当你老的时候 你就说 哎哟 这个行李怎么这么重啊 你那那里会觉得 我可不可以安定下来 买一个房子 I don't like check in and check out so often 每天都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不是很累吗 我做一个调查 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学佛 你想一想 我们从结婚 从出生开始 慢慢的长大 男生要当兵 女生要做工 对不对 然后呢 嫁了老公 或是呢 讨了老婆 就生了娃娃 又买了政府组屋 然后呢 照顾婆婆 然后呢 婆媳 处得不好 然后呢 婆婆往生 还照顾婆家 你不觉得很累吗 请问 你要再来一次的警局手 确定哦 那今天晚上 大家都剃头吧 没有开玩笑的 这说明什么 注意听 你从这样生老病死 买房子 照顾家人 一直做的苦 其实你都吃过了 为什么修行这一点苦 你都不能忍呢 各位 你们是很了不起的 吃了这么多的苦 现在还活着 是不是 是不是 表示你很耐磨啊 注意听吗 我再讲一遍 你吃了这么多 生老病死的苦 你都还有勇气 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活下去 可见人的心的力量 是很大的 问题是呢 我们不一定用对地方 假如你把这个心的力量 用在修行 成佛跟利益众生 我告诉你 你很快就容易成佛 但是现代人呢 套于我老师的话 有一个老师 刚刚来新加坡 也离开了 民族人不见 Everybody is busy and lazy busy for your working lazy for your practice 就是说 你很忙 每天都很忙 耗尽了体力 lazy呢 很懒 一看到普贤行愿品 星红四又要来 还是把照片盖起来吧 对不对 你会害怕 为什么 可是你想想看 当我们越来人静 或到吃到苦 哎呦 我这么拍名 观世音菩萨 我真的不要这么拍名 为什么 其实我们也想从轮回中 得到解脱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生命 不要那么辛苦 不要那么痛苦 那你就得修 什么 鬼三宝 学文师修 学界定会 学六度波罗蜜 慢慢学 总比你 没有 好 你慢慢学 慢慢学 你就会有福报 你慢慢学 慢慢学 你就会亲就好的老师 你慢慢学 慢慢学 你就会遇到 联友 关心你 照顾你 当你生命断气的时候 你若能够往生 任何一个 进佛国土 你就会感觉 哎呀 轮回吃了这么多苦啊 我是很值得的 其实修行也是很辛苦的 你有没有看过 修行很容易的呢 你以为修行很容易吗 凉啊凉啊 吃杯冰淇淋啊 补贤贤赴品 念一念啊 就成佛啊 没这么快的 是不是 修行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啊 你看看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多生多劫 三大阿僧其劫 无量阿僧其劫 乃至法华经理 他生生世世都被 替波达多欺负啊 可是他没有退道心啊 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 登登登登 他成佛了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读到 释迦牟尼佛的壮声 我放声大哭 师父哭什么 太伟大了 因为全部都被淘汰掉了 只有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他在衔结第四尊佛 他终于先成佛了 所以我们看到佛 没有礼敬会很感动 我们听到释迦如来的名号 我第一次呢 所欲佛法会 释迦如来的时候 我听到我一次放声大哭 哇哇大哭 我第一次听到观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也哭 哭什么 轮回很苦 真的轮回很苦 可是各位 你真的觉得轮回很苦吗 也不一定啊 为什么 因为讲完经以后呢 你觉得 其实 圣陶萨还是不错的嘛 对不对 当然我没有说 圣陶萨不可以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很久没去了 好 看下面 所以 请看经文 身心诸苦 身心诸病苦 请看108页 第20行 我们身心很多的病苦 我们常常很多苦恼 我们没有各种 一括 可是你还是勇敢活下来的 为什么勇敢活下来 你想想看 第一 你有爸爸妈妈照顾你 第二 你有好的老师 世间跟初世间的老师 引导你 第三 你有好的朋友 鼓励你 所以你让你 勇敢地活下去 英文讲 You have a find some reason to carry on your life 你要找到一个 让你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那以菩萨 他的理由是什么 活着 就是帮助一切的众生 菩萨来这个世间 他不是呢 为了打拼 就是让自己很有名 英文叫 World Renowned 全世界很有名 又怎么样呢 你有名 要能够帮助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说 当我们有很高的权位 Power Title Position 跟Power 你有你的头衔 地位 跟你的Power的时候 其实你常常迷失自己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的 叉叉扁总统 你就知道了 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各位都很清楚 对不对 当人做一个总统的时候 他是会迷失自己的 当一个总统的时候 还很正派的 会去帮助别人 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这个也不用讲 我也不怕 因为在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 不要去求富贵 希望你写在旁边 不要希望生在富贵人家 假如你发愿生在富贵人家 你还要发愿我 生生世世 遇到好的老师 好的同参道友 我要学佛法 那你作为一个文物百官 你就会继续修行 你不会做了一个文物百官 每天去做一些坏事 那你的福报损光了 那你还是会在六道轮回受苦的 请看下面的经文 108页第21行 我当于做一处 我菩萨念念想一切众生 做一切众生 依靠的保护之处 而且帮助自己 也帮助一切众生的身心的痛苦 因为众生的苦是很多的 而常常起这个心形 心念跟行为 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 昨天记不记得我讲一个 副总裁女生的故事 有没有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在MTM提款 对不对 当然是1500新币 到1600新币 一个老农夫竟然帮他拿着 拿了半小时 对不对 所以他发愿 他这辈子永远帮助很多人 你看 他也最后是佛教徒 但是我们一般人 我们要尽心尽力 对不管你有钱 没有钱 你用你的心的力量 比较重要 好再看 丁二般若相应 请看131宗 智度习相应 如垢牛如寝 一月付多月 祈福谁能量 好请看经文 注解 此般若般若密 能生诸佛 顿号与能生菩萨 以及能成就一切诸佛 跟菩萨的妙法 菩萨若予 垢牛如寝 垢牛如寝 来我表演给你看 如果你去印度看过 挤牛奶 你要挤一杯牛奶 比方说师父的茶杯 挤牛奶 一下子 就挤好了 因为印度的牛都很大 挤牛奶 我看新加坡呢 可能没有机会挤牛奶 都是喝牛奶 对不对 挤牛奶 挤牛奶 够牛如寝 就是很短的时间 大概是五分钟 或十分钟的时间 假如菩萨 在五分钟跟十分钟 常常思维修行 什么样的福报 可以帮助 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呢 这样的动机 是很重要的 你写在旁边 我再讲一遍 你做一桩事 常常想我能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就从这个角度想 这个就是正确的多 举一个例子 你在公司行号 你今天是个老板 你要开发一样东西 要赚钱 可是你想 人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假如我开发 比方说现在讲 LED 有没有 大家知道 以前电灯 都要花很多电费 现在全球的资源都不够 可是当它发展 LED的电灯的时候 省了很多钱啊 对不对 也还省很多电费啊 它一发展出来 当然它也赚了很多钱 但全世界的电灯包 就一直换 现在很多寺庙的电灯 也都转成LED啊 省电费嘛 你看 你做一桩事情 可以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 这就是呢 菩萨行 不管他是不是佛教徒 他做这桩事情 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同样的 师父也在想 我是 old fashion 其实我也很fashionable的啦 我也是很时髦 很酷的 因为呢 我也喜欢新的东西 变化的东西 但是我在想 当我从新加坡 第一次来 红法到现在 师父也用电脑啊 甚至我每一年 都来做短片啊 对不对 我也在想 佛教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艺术 文化 教育 圣地 那我们拍来照片 假如我们配上音乐 能够呢 上网 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那就是可以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发愿呢 做八大圣祭的短片 我现在已经做了第六片了 我们商业经社 做的calendar 给师父耐心几天 现在还on the way 还用post office寄来 到最后 我所有的人都会送给你们 桌礼跟手册 我也是设计八大圣地 还中国四大名山 所以呢 我已经设计了 十二年的calendar 我就希望 很多联友 虽然没有去了圣地 乃至一生看到 菩提家爷的照片 你也可以来生 遇到行结见佛 我的的确确是发这样的愿 师父做calendar 不是来卖的 calendar也卖不了多少钱的 假如你真的很赚钱 那你就去世间赚吧 世间可以赚很多钱 LED可以赚很多钱 做computer也很多钱 做website也是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注意 在赚钱当中 不要做伤害众生的事 请写下来 不要伤害众生 怎么在具体说 不要做违反五戒十善的事 有些人赚钱赚了很多 但违背你的良心 这样不好 有些人 比如说做家具 furniture 有些人呢 做stationary 文具店 你看他还是做神力 赚得很好钱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伤害众生 不要去做杀盗 淫忘酒的事 你虽然赚了很多钱 听说最近有一种行业 特别的兴盛 什么兴盛呢 是全世界都有的 对不对 就是做午夜牛郎吧 或封城女郎 最好的钱 卖什么 什么东西都能卖 卖自己的身体 其实这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可以得到 短暂的快乐 对不对 你也不用任何的技术 但是啊 你违背自己的道德跟良心 将来以佛法来讲 你会很可怜 很可怜 很可怜 就算你念很多的大悲神座 观音菩萨呢 都很难救你 因为你造了太多太多的恶业 还有一个 全世界很多的色情章志 跟色情网站 跟色情报纸 这些都会很多很多很多的 都是不好的恶业 我们可以来串人 都会合纸 都会怕 就会发现 免得他们有业的 但根本就会不会有 ARM